早上的年紀錄 早上的年紀錄 到河濱島來 上了第四次課 從2018年開始 去年其實只有已經開始用SDGs的方案 那今年真正開始落實 這次12個註點 讓同學去了解SDGs 然後嘗試讓他們的註點店家 25項指標裡面 有哪一項是符合的 這個部分我們是跟中華永續辦交友協會合作 那目的是 讓每一個商家 他們對於SDGs的投入 能夠被認證 而且能夠被看到 去了解商家對於永續發展的一個用心 他們的投入 就應該讓更多人看到 我覺得SDGs是一個共同的東西 我們課程只能盡一點點小小心力 所以在SDGs除了給學生以外 還有很重要的也要給業者 讓他們了解我們大家一起為這個環境 一起在努力這樣 我想這是我們大學能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宣傳超音速 第二個就是想要做那個SDGs的那個套品 滿刺激的 經歷很多波折這樣 一個產品的想法產生 然後到設計的過程 行銷的方面 與SDGs結合的時候 還要從各個方面下去思考說這個產品 創造出來之後會有怎樣的效果 沒有想到說一個普通的一個產品 你冠上SDGs的稱號之後 會變得這麼不一樣 那這次呢跟海大這邊的合作 對和平島發展非常的有幫助 那也非常謝謝有這次的計畫 那希望我們遠距發展的部分 可以順利的通過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 這個就是以前的這個 我們在古戰場 彷彿另外一個世界 待會兒我們在這邊來 只要不講話 幾乎沒有聲音 你來阿南保安住幾年 我沒站住 阿伯他就知道你這個地方 進來之前應該都沒來過阿南保安來 沒有來過 所以今天可能最主要的是把 我們這一個點 到底跟SDGs的連結 有哪一些 我們就把它列出來看 就幾個禮拜 有在想要做什麼改善之類的 後來有一次就走到那個炮台上面 然後就一路上就有很多想法 你幫我幫忙我怎麼感謝你啊 要讓這個交流的旅客他進來 然後他說你為什麼會得到SDGs 他們可以了解你們的用心 這是SDGs認證最主要的 了解了解 台大的這次實習的駐點課程 去了解交通的發展 如何重新用同學思考 跟在地的這個學習過程中 去找到一個可能性 讓你能夠回應SDGs的永續發展嗎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希望透過這台區 透過同學的創意 把SDGs變成年輕人齊 了解想要知道的東西 那邊看到 其實有更多好玩的東西 變成一個 真的叫和平指導 國際旅遊道理的概念 不管是工作還是也可以 平常也是可以繼續探討這個部分 修這堂課 每天都要從學校走過來 還可以順便散步 也是我之前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所以在這堂課學習到很多 就是我們繼續檢視海廢 做成一個例子的藝術 推廣一些海洋交流的觀念啊 然後也可以放在店內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SDGs是很快樂的事情 這個算創舉啦 第一個讓學生被評鑑 第二個就是以SDGs 來當學生評鑑的 今天學生是旅客 未來的你們這些委員 就是我們的旅隊 那能夠把旅客帶進來 然後去平一家店 這才是比較有勢的 豆翔是用簡單的石醇 因為石醇 它有一個天然海洋的味道 那用簡單的單一的 日式醬汁的調味去搭配 很高興來這邊做肉包 來做包子很有趣 那學到滿多技巧 需要很多東西覺得很值得 對這是同學做的 你看你看一下 同學做的就長得 就 怎麼樣把一旁邊 變成什麼 一小塊一小塊 要錄影嗎 這 把老船長的海鮮跟海鮮永續指南做連結 然後告訴大家說 就是吃海鮮 也是可以跟永續有什麼關聯的 休這個課很特別 因為休這個課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接觸到船長 然後才知道這間店 啊 海鮮都很新鮮 我們到這邊 他感覺就像對自己的兒子女兒一樣 都會問我們有沒有吃飯啊 沒吃飯都會準備東西給我們吃 看有一次我們快要離開來 然後他還突然炸了螃蟹給我們吃 來這裡真的是 就是臉都變圓了 對我們這個地方整個和平島 可是大家都默默的耕耘 做得非常好 對我們社區的貢獻很大 幫助也很大 來 所以這是在你們這裡做的嗎 對 好可愛的 對 再把媽媽的愛香結會的活動一些 就寫在裡面 介紹這些電影 好可愛的 OK好 謝謝老媽媽 OK好 謝謝老媽媽 謝謝老媽媽 1 2 3 還滿緊張 因為是第一次辦這種活動嘛 然後說實在也滿有趣的 就是有請到就是在地的和平島人員來為我們講解 然後還有就是有不少人來寫明信片 然後我們會寄出去這樣 我本來不是對宮廟特別了解 他是怎麼樣在當地去扮演他的一個角色的這樣子 讓外地的人是可以更直接的去親近廟會 讓他們不會再對於廟會會有一個不好的印象 要不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從這邊進去呢 OK 緊張輕一點的 好 好 你要坐幾張了 那我們現在目前在全亞洲是唯一一個獲得ISO 2021 永續認證的國家級旅遊景點 我們在幫平島公約 創作SDGS認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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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大家可以來這邊品嘗一下我們的美食 對 外面吃不到的 看東看西啊 也不懂就問我啊 這個是什麼神 這個是什麼神啊 怎麼參拜啊 不錯啦 不錯啦 這裡都很乖 都沒靠 我看 對 你以往什麼 那 大家畢業就好了 很開心 很開心啊 對 對學生來講 他不太知道為什麼要修這個同事課 那可能是一個概念 可能是一個理解 但是我們很缺的其實是對於社會的一種責任 所以這門課 雖然很辛苦 讓同學都要走到戶外來 那我們一堆助教也幫忙要做這個課程 所以一門課修課學生45個 但動用的助教跟導師人數可能將近一半 就是二十幾位 那 但是我們也感謝這些人願意來支持 然後 讓課程能夠順利的進行 讓同學真正走到現場 去了解到實際發生的問題 因為這些社會問題啊 絕對不是那麼單純就可以解決的 那 每個人 都有每個人不同的立場 但是 我們都為了共同一個目標 就是 環境的永續 我想這是 我們能盡的社會責任 這也是我們 持續一直努力的 那 也希望各位 能夠跟著我們 一起為環境永續 進一份心理 大家一起加油吧 好 好 好